今天我们来看一个U盘 这个U盘的原始故障是提示格式化 所以我盘主那边不知道在哪个网站上随便找了一段命令 就是ChatThis那个命令 输入以后提示系统不支持 不支持是好事啊 万一这个命令执行成功了 那是百分百会丢数据的 我也查了一下 这个命令的介绍说是用于验证文件系统的逻辑完整性 并且修复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比如说你在逛街买东西的时候 购物袋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洞 里面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假设掉出来的这些物品就是你的文件 发现里面文件丢了以后 当然是回头去找啊 如果这时候没有及时找到 可能会被环卫工人把他们当做垃圾清理走 但是里面至少还有一定的缓冲时间嘛 而这一个命令就相当于主管部门 让这些工人直接把地上的垃圾马上清理干净 如果这个命令执行成功了 那么恭喜你 你里面的文件没有了 而且还会多出一堆CHK的文件 这些就是被系统当做垃圾清理掉的文件碎片 所以命令不是乱用的 大家也不要被他说的这个修复功能迷惑 所以盘组那边在某宝上面试了一下 对方跟他说是里面的底层信息没了 无法恢复 所以他在万能的小红书上发帖求助 在广大网友的推荐下 他选择了我这名赤脚医生 想看一下我有什么办法去抢救 我们先来验证一下对方的说法 上机提示格式化这个没毛病 我们用Windows打开看一下这个U盘的底层 可以看到这个U盘从开始拉到末尾 全部都是这种FF的字符 对方说底层没有了 判断是对的 这个是逻辑底层而非物理层 再来确认一下这个U盘用的是什么主控方案吧 这是一个安国6989的主控 配了一个闪迪的TLC颗粒 这个盘需要恢复的是照片 然后我又根据这些检测到的线索 结合里面存放的内容询问了一下对方 U盘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了 因为据我猜测 像这种放照片的U盘 一般情况下只有新的照片要存放进去的时候 才会用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吃灰的 对方回答确实是不经常使用 再配合这个颗粒的制程 推测应该是五六年前的产品了 因此颗粒漏电在导致这个U盘固件区损坏的概率还是极大的 关于漏电的原理 之前在固态硬盘篇已经说过了 想看的网友可以自行翻阅 还是拆开来看看吧 还好这个盘里面是有这种可拆线芯片的 不过里面的主控是一坨黑胶 电路板做工非常的简洁 像安国或者星邦的2.0主控是最喜欢用这种牛屎封装了 我已经习惯了 针对这种长期没有使用漏电的颗粒为了提高数据质量 我决定还是直接给他做一个试管U盘吧 这一次我是重新改进了配方 之前在拆海力式颗粒U盘的时候留下了一些肺液 当然这些肺液也并非一无是处的 后续经过研究以及过滤以后再往里面加了一些催化剂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颜色会有点偏向翠绿色 左边这一瓶才是真正的肺液 它是风油精颜色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先把这个U盘放进试管里面 然后再取一部分溶液给它添加进去 这一个就是它的最终产物 虽然表面看起来跟之前差不多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用小刀把颗粒切割下来 颗粒这边我已经给它干下来了 U盘的ECC我已经给它滤过一遍了 咱们来统计一下有多少坏的区域 有400多兆啊 而且都是这种32K或者64K的区域 分布得非常广啊 我们重读一下看看能不能补一点吧 这个电压调到最大 选一个模式 这一个用14纳米的吧 刚读了一会 好像是不太行 这些应该就是它的漏电区域了 因为从这个读取情况上来看 基本上都是差那么一两个加号就能完整的滤掉的 我估计这里会坏掉不少文件了 先停掉吧 咱们先尝试编译一下这个数据 看看能不能出点什么 好的 现在文件已经可以看到了 这边有红色的文件 确实是有一些损坏的 因为一张图片它有几兆或者十几兆 假设中间恰好有一个32K的区域坏了 那么这一整张照片就要报废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随便挑一个红的吧 文件果然是坏的 刚才我也尝试过把电压加到最大都补不回来 这恰好也解释了 什么叫做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咱们来编译一下看看能不能出这一个分区 编译这边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区能不能访问 这是一个FAT32的分区 不过分区里面是打不开的 跟它之前在电脑上展示的一样啊 不过里面内容肯定是有的 我们来给它按类型搜索一下吧 应该是跟刚才内容差不多的 目前只能说有多少数据就给对方多少了 能唠叨一点算一点吧 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拿长期闲置的U盘存放文件备份 今天这一个就是反面教材了 电子产品就算你放着不用 它也是一样会坏掉的